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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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看了兩個企業的個案 都運用了公司的資源 去推行有關企業責任的活動 做一個良心的企業 對公司本身帶來的收益 究竟又是否實際呢 今天我們請了 香港生產力速唱局的 企業管理部首席顧問Ricky 以及農昌數碼科技董事總經理 梁忠銘先生 來和我們講講企業責任的重要性 Ricky 似乎以往來說 一講到企業社會責任 都是一些大的公司 才考慮做 因為可能企業 他們面對很多的客戶 又有形象的效果 似乎一向都是大企業 但剛才我們兩個個案 似乎看到是比較中小型的公司 為什麼他們有這麼大的動力去做呢 因為他們未必可能需要這樣的名牌的效應 其實這裡慢慢隨著社會進步的時候 大部分的企業家的時候 都開始明白他們要滿足一個 叫做stakeholder的 concern 就是持份者的一些期望 我想企業裡面的持份者 當然明白就是投資者 他們要滿足投資者 我們在盈利方面要做很多的功夫 但是一個企業的持份者裡面 包括員工 包括他們在所在地裡面 周邊的群眾 居民等等 所以現在很多企業的時候 都很主動的時候 希望能夠滿足不同的持份者的期望 包括在營運裡面的時候 當然很努力地賺多些錢 但是在員工的關顧裡面的時候 都很重要 因為這個都是公司的非常重要資產 所以很多中小企的時候 都開始明白的時候 他們投資在員工的身上 在那個的關懷、關顧方面 員工安全方面 做多些功夫的時候 都能夠是 真的帶動員工裡面 對公司有一個忠誠度 在這的時候 如果在所在地的時候 能夠關顧到自己的環保 一些的社區裡面 一些的貢獻 一些關顧當地的貧富大眾裡面的需求的時候 慢慢慢慢和當地都打好關係的時候 其實在營商裡面的時候 都帶來一個很好的支持點 所以越來越多的企業的時候 就明白 原來那個企業的責任 其實都不能夠排除 就是企業和他們的持份者 和周邊的社區環境裡面 是有一個密切相關的關係 所以換句話說 企業都不能夠獨善其身 是的 剛才看到大家看到的其中一個案例 就是梁生理公司 其實你作為一個廠 就是玩具廠 其實這個做一個 好像對其責任的一個活動 其實會不會令到你 譬如說作為買家 也都令眼相開對公司 會不會也都有一個實際的效用在那裡 其實作為一個企業 除了你做好自己本身的本分的同事 你都要對社會有一種 某一個形式的一種回報的 好像我們本身做一些 教育系統 其實我們想做生意的同事 我們都希望用一個系統 能夠影響到其他人的 好像我們的DIY 令到小朋友有一個系統 怎樣能夠令到他們本身的創意 這個都是方便我們本身 小朋友的創意 或者整個提升 民族的質素 這方面我們覺得既可以做生意 又可以幫到社會 又可以回饋社會 這個方面其實我們覺得 這是很開心的事 連接在企業的運作裏面 我們能夠把這個系統 給到全中國的小朋友去分享 從而令到他們明白 我們這個品牌的品質 或者這個系統裏面 對小朋友的成長的作用 跟著其實現在 在社會來說 好像說中國科學興國 或者創造素質教育 這方面我自己覺得 我自為一個企業 我能夠做生意的同時 都幫到社會的發展 這個是我們作為企業 應該要做的一種系統 但我又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作為企業 我都相信很多大家都知道 今天作為企業 不是只賺錢的 都要面向社會的 但同一時期 我最近有一個經驗 就是一間跨國大的銀行集團 高層的人士跟我說 他說我們在美國 你知道今天做金融 在美國很多人批評 我覺得對整個金融風暴 都是好像由金融業散播出來的 社會對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也對他們有很多期望 期望他們的責任是很大的 所以他又提出跟我說 其實企業社會責任這個稱號 是否過了一點點 是否企業一定有社會責任 還是企業成績有責任就可以 究竟企業的責任去到哪裏 當然大家出自好心的 我們幫社會 大家都覺得應該的 但反過來 現在可能社會對企業有一個期望 這個期望會否又超出了 有時作為企業 我們始終都要面向股東 但是似乎現在我們不是單方面 雙方面可能社會又怎麼看我們 這裡你覺得 譬如說我們很多香港的企業 無論是大還是小 可能還未意識到 但我估計都正在來 因為越來越看到社會 其實對企業的期望是越來越提升的 是 沒錯 那怎樣平衡到 一方面我又要面向股東 一方面又可以面向社會 那作為企業怎麼做呢 其實在企業那個站裡面 其實多方面多元化 當然企業裡面的時候 我們要做好自己的盈利 我們向我們的股東交代 但是同一時間裡面 作為一個企業的時候 其實無論你在所在地裡面 我們會在生產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有排污的可能性 我們會污染了當地一些地方 或者水源 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我們企業沒有這個責任 去維護在環保裡面做一些功夫的時候 似乎你是拿著別人的一些利益 來滿足自己的盈利的過程 這個也是不能夠被人接受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 譬如說我們對於產品裡面 我們應該有一個主動的意識 去維護我們的消費者的權益 在這個責任裡面的時候 其實在產品設計裡面 我們要注重安全 注重產品裡面的誠信 我們要將實報資料裡面公開的時候 其實這都是企業的責任 久而久之你發覺到 其實企業的責任本身 當然你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但是你自己做本分的同事裡面的時候 其實你是間接地影響你周邊一些的人 所以其實企業要承擔自己的責任的時候 你說完全不去想那個社區 社會上面一些公眾對他的期望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少許不切實際 是離開了那個現實 所以作為今天裡面的時候 其實很多企業在說一個社區的責任的時候 一個企業的責任的時候 其實他都會是從內部自己做好的本質 做好自己的員工的關顧 做好自己的產品裡面的一些安全設計之外 慢慢他都要留意到 我們要關注一些大家都很關心的課題 比如說在環保 比如說對社區一些的貢獻等等方面的時候 都會覺得是主動我們去承擔 來回應自己的員工 或者是外面的周邊的朋友對一些期望 所以其實今天裡面的時候 多一點會這樣說 其實對企業的責任來說 就是你滿足你相關的持份者 對你的期望的時候 所以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那種 自己要留意到的狀態 所以聽你這樣說 今天做老闆是絕對不容易的 當然了 以往做老闆是 可能就是顧著自己 究竟是賺不賺錢 最多是顧著員工 今天還要面對究竟社會對你的期望 今天不容易做老闆 麥先生 確實是不容易 但是我想做老闆同時 除了你本身的企業 做好本分 我是這樣想 你做好本分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社會責任 好像我們做玩具 你對小朋友是沒有傷害的 你擁有環保的材料 或者是說你對整個兒童的成長 是一個正面的 這方面我覺得 作為一個企業 做好本分的同時 其實玩具 或者是做產品 對社會有很大的影響 而你本身自己 如何能夠在做產品的同時 又把好的東西供應給社會 又或者是把一些 是有對小朋友成長 有幫助的 我想這件事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剛才留意到兩位都說到員工 今天做企業責任 似乎不是只是對外 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對自己的員工 令自己的員工 都對公司有個信心 可以留到人 我剛才看到兩個個案 似乎都刻意說到員工這個環節 是的 其實我們最近都有一個調查 就是看當企業裏面 做一些社會責任方面的工夫的時候 其實對於企業裏面有什麼特別大的影響幫助呢 在調查裏面發覺到 首先最明顯的改善 就是員工對企業裏面的忠誠度會提高 因為他覺得 原來企業的老闆裏面 管理層的時候 都很重視那種自己的責任 或者是主動的關心 關顧員工的需求的時候 這個形成在企業裏面有一種的內聚力 是加強了自己的團隊的精神 這件事非常重要 因為有員工的支持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個很好的團隊精神的時候 整個企業的效率都會提升 再者的時候 也有很多企業的時候 能夠發動員工 是跟老闆的心態一樣 比如說我們怎麼齊去 做好一些社會貢獻的時候 甚至成立義工隊的時候 這個也帶動著 員工在自己做自己日常的工作之外 在賺錢之餘的時候 是有一種使命感 這個使命感 去促使這個企業裏面的時候 就有很大的動力 所以現在很多企業的時候 當它推動這個社會責任的時候 同一時間裏面的時候 是實施老闆自己的一種信念 個人的信念 又帶來一個新的企業文化 就是我們能夠去貢獻我們周邊的社會 第三就是帶動員工的參與的時候 就產生一種群體的力量 這個我們叫做一個影響力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龐大 有些企業裡面的時候 能夠發動過千人的員工 參與成為義工的時候 其實他們在社會 在社區裡面的時候 是製造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正能量 楊先生 人工都一樣照加的 這個是一定的 是吧 其實好像在我們公司來說 其實剛才Ricky你所說的 那個義工 其實我們都有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很好一個機會 給了那幫員工 有個發揮 加上公司和員工之間 希望這個僑良的作用 能夠是大家 開心地去做一些 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其實我們不單止是那個義工 其實在我們公司 我們都引進了社工 社會工作者 這個是在東莞第一家企業 引進這個社工 我覺得社工在公司裡面的作用 其實是很大的 很多人都說 你請這些人 會不會對這個成本貴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費用 不是一個是一個投入 就不是一個費用 當你這個費用支出之後 可能你的收益 可以說 你平衡到員工的關係 令到員工的創造新的效益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有作用 所以其實某一個程度來說 在企業來說 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社工的組織 能夠令到企業很和諧去發展 當你有一個和諧的氣氛之後 你只不然那間企業 流失 在那個turnover方面 員工的流失方面 都沒有這麼大 這個其實相對來說都是一個成本 假如有這個很和諧的企業 你的流失率是低的話 其實你沒有 某一個程式來說 你已經賺了 沒錯 今天就很感謝兩位嘉賓 和我們分享一下企業責任的重要性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次再見 再見 再見 我參與